第三十四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礼场 诗曰 妙药难医冤业病 横财不负命穷人 亏心折尽平生福 行短天教仪式贫 生世世生君莫怨 害人人害如修称 得便宜处修欢喜 远在儿孙尽在身 话说那黄信上马 手中横着这口桑门剑 流吃寨也骑着马 身上披挂些荣衣 手中拿一把叉 那一百四五十军汉寨兵 各执着鹰枪棍棒 腰下都带短刀利剑 两下骨一升锣 借宋江和花蓉往青州来 众人都离了青丰寨 行不过三四十里路头 前面见一座大林子 正来到那山嘴边 前头债兵指道 林子里有人窥望 都立住了脚 黄信在马上问道 为甚不行 君汉答道 前面林子里有人窥看 黄信喝道 休采他 只顾走 看看渐进林子前 只听得当当的二三十面大锣 一起响起来 那债兵人等都慌了手脚 只带要走 黄信喝道 且住 都与我摆开 叫道 刘之寨 你压着求车 刘高在马上 答应不得 只口里念道 救苦救难天尊 便许下十万经卷 三百座次 救一救 经得脸如长经的东瓜 轻一回 黄一回 这黄信是个五官 终有些胆量 便拍马向前看时 只见林子西边 齐齐地分过三五百个小喽喽来 一个个身长力壮 都是面额眼胸 头裹红金 身穿纳凹 腰旋利剑 手执长枪 早把一行人围住 林子中 跳出三个好汉来 一个穿青 一个穿绿 一个穿红 都带着一顶 销巾万字头巾 各跨一口腰刀 又使一把坡刀 当住去路 中间是锦毛虎阎顺 上手是挨脚虎王鹰 下手是白面狼君正天兽 三个好汉大喝道 来往的到此当住脚 留下三千两买鹿黄金 忍从过去 黄信在马上大喝道 你那斯门不得无礼 朕三山在此 三个好汉睁着眼大喝道 你便是朕万山 也要三千两买鹿黄金 没时不放你过去 黄信说道 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贱 有什么买鹿钱与你 那三个好汉笑道 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贱 便是赵官家驾过 也要三千贯买鹿钱 若是没有 且把公事人荡在这里 带你取钱雷赎 黄信大怒 骂道强贼怎敢如此无礼 鹤叫左右 雷鼓鸣锣 黄信拍马舞剑直奔烟顺 三个好汉一起挺起坡刀 来战黄信 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病他 奋力在马上斗了时和 怎的当得住他三个 一起留高是个文官 又向前不得 见了这般投士 只带要走 黄信怕吃他三个拿了 坏了名声 只得一记马 扑拉拉跑回旧路 三个头领挺着坡刀赶将来 黄信哪里顾得众人 独自飞马 奔回清风镇去了 众军见黄信回马时 一次发声喊 撇了球车 都四散走了 只剩的刘高 捡头是不好 慌忙乐转马头 连打三鞭 那马正在跑时 被那小喽喽 拽起半马锁 早把刘高的马掀翻 道撞下来 众小喽喽一发向前 拿了刘高 抢了球车 开了车辆 花蓬已把自己的球车掀开了 便跳出来 将这副锁都正断了 却打碎那个球车 救出宋江来 自有那几个小喽喽 一字绑了刘高 又向前去抢得他骑的马 一有三匹驾车的马 却拨了刘高的衣服 与宋江穿了 把马先送上山去 这三个好汉 一同花蓉并小喽喽 把刘高赤条条地绑了 押回山寨来 原来这三位好汉 未因不见宋江回来 拆几个能干的小喽喽下山 只来清风镇上探厅 闻人说道 独见黄信智展为号 拿了花枝债并宋江 献车求了 借投青州来 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 带了人马 大宽转都出大路来 欲先节住去路 小路里一差人四后 因此救了两个 拿得刘高 都回山寨里来 当晚上的山时 已是二更时分 都到巨义厅上相会 请宋江花蓉当中坐定 三个好汉对席相陪 一面且被酒食管带 言顺吩咐 叫孩儿们各自都去吃酒 花蓉在厅上 称谢三个好汉 说道 花蓉与哥哥 记得三位壮士救了性命 报了冤仇 此恩难报 只是花蓉还有七小妹子 在清风寨中 必然被黄信擒捉 却是怎生救的 言顺道 知债放心 廖银黄信 不敢便拿工人 若拿时 也许从这条路里经过 我明日弟兄三个 下山去 去工人和令妹 还之债 便拆小楼了下山 先去探厅 花蓉谢道 深感壮士大恩 宋江便道 且与我拿过刘高纳斯来 殷顺便道 把他绑在将军柱上 割付取心 与哥哥庆喜 花蓉道 我亲自下手割这丝 宋江骂道 你这丝 我与你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你如何听信 那不行的妇人害我 今日擒来 有何理说 花蓉道 哥哥问他作甚 把刀去留高心窝里 指一弯 那颗心 陷在宋江面前 小楼楼自把尸首 托于一边 宋江道 今日虽杀了这丝烂乌匹夫 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的 除那口怨气 王矮虎便道 哥哥放心 我明日自下山去 拿那妇人 今番还我受用 众皆大笑 当夜饮酒吧 各自歇息 四日起来 上一大清风寨一事 音顺道 昨日孩儿们走得辛苦了 今日歇他一日 明日早下山去 也未迟 宋江道 也见得是 正要江西人强马壮 用兵正是如此 不再猝忙 不说山寨 整点兵马启程 且说都见黄信 一记马 奔回清风镇上 大寨内 便点寨兵人马 谨守四边炸门 黄信写了身状 叫两个教军头目 飞马暴雨慕容知府 知府听得 飞报军情紧急公务 连夜声听 看了黄信身状 翻了花容 点结清风山强盗 时刻清风寨不保 是在告急 早遣良将 保守地方 知府看了大经 便拆人 去请青州指挥司 总管本州兵马 秦统治 积来商议军情重视 那人原是山后 开州人士 姓秦 汇个名字 因他性格急躁 声若雷霆 因此人都呼他做 霹雳火秦明 祖是军官出身 是一条狼牙棒 有万夫不当之勇 那人听得知府请唤 竟到府里来见知府 各失礼罢 那慕容知府 将出那黄信的 非报身状来 叫秦统治看了 秦明大怒道 红头子敢如此无礼 不须公主忧心 不才便弃军马 不拿了这贼 使不再见公主 慕容知府道 将军若是迟慢 恐这司们去打清风寨 秦明答道 此事如何敢持务 至今连夜便去点起人马 来日早行 知府大喜 忙叫安排酒肉干粮 先去城外等候上军 秦明见说返了花蓉 便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气愤愤地上马 奔到指挥司里 便点起一百马军 四百步军 先叫出城去取旗 摆步了起身 却说慕容知府 先在城外寺院里 蒸下馒头 摆了大碗烫下酒 每一个人三碗酒 两个馒头一斤熟肉 方才备办得了 却望见军马出城 看那军马时摆得整齐 胆见 烈烈惊奇似火 森森割己如麻 震分八卦百长蛇 为时神经鬼怕 枪黄绿尘紫燕 骑飘袖带红霞 马蹄来网乱交家 乾坤生杀气 成败 属谁家 当日清早 秦明摆步军马出城取旗 引军红旗上大叔 兵马总管秦统治 领兵起行 慕容之府看见秦明 全副披挂了出城来 果是英雄无比 弹剑 窥上红鹰飘烈焰 锦袍血染 星星 尸满宝袋 树金厅 云根靴抹绿 归备凯堆银 坐下马如同谢智 狼牙棒密 欠铜钉 怒时两目 遍元征 姓如霹雳火 虎将 是秦明 当下霹雳火秦明 在马上出城来 见慕容之府 在城外赏军 慌忙叫君汉 接了君器 下马来和知府相见 施礼罢 知府把了斩 将些言语 嘱咐总管道 闪去方便 遭奏凯歌 赏军以罢 放弃信炮 秦明辞了知府 飞身上马 摆开队伍 催赞军兵 打到阔府 竟奔清风寨来 原来这清风镇 却在青州东南上 从正南取 清风山较近 可早到山北小路 却说 清风山寨里 这小喽啰们 探之背戏 抱上山来 山寨里 众好汉 正在要打 清风寨去 只听的报道 秦明引兵马到来 都面面思去 聚各骇然 花容便道 你众位且不要慌 自古兵临告急 必须死敌 叫小喽喽保持了酒饭 只依着我行 先须力敌 后用智取 如此如此 好吗 宋江道 好记 正是如此行 当时宋江花容 先定了计策 便叫小喽喽 各自去准备 花容自选了 一记毫码 一副衣甲 弓箭铁枪 都收拾了等候 再说 秦明领兵 来到清风山下 离山石里 下了寨诈 次日五更造饭了 军事吃饭 放起一个信炮 直奔清风山来 见空阔去处 摆开人马 发起雷骨 只听见山上 罗声震天响 飞下一飙人马出来 秦明乐驻马 横着狼牙棒 睁着眼看时 却见众小喽喽 簇拥着小李广花容 下山来 到的山坡前 一声罗响 列成阵势 花容在马上 擎着铁枪 朝秦明 声个惹 秦明大喝道 花容 你祖代是将门之子 朝廷命官 叫你做个知寨 掌握一尽地方 实陆于国 有何亏你处 却去连接贼寇 被返朝廷 我今特来捉你 会士的下马受负 免得兴手无脚 让你何足道哉 花容陪着笑道 总管容赴听禀 让花容如何肯备返朝廷 是被刘高这四 无中生有 官报私仇 逼迫的花容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群且躲避再次 望总管详查旧解 秦明道 你物资不下马受负 耿待何时 铲得巧言令色 山火军心 贺叫左右 两边雷鼓 秦明轮动狼牙棒 直奔花容 花容大笑 贺道 秦明 你这思原来不使好人饶让 我念你是个上司官 你倒俺真个怕你 便纵马挺枪 来战秦明 两个就清风山下厮杀 真乃是其逢敌手 难藏性 将欲良才好用功 这两个将军比试 胆贱 一队南山猛虎 两条北海苍龙 龙怒时头脚争戎 虎斗处爪崎宁厄 爪崎宁厄 四银沟 不离锦毛团 头脚争戎 如同叶 震摇金色树 翻翻覆覆 点钢枪 没半米放弦 往往来来 狼牙棒有千般解数 狼牙棒当头披下 离顶门指隔分毫 点钢枪用力刺来 往心砍 微争半指 使点钢枪的壮士 威风上逼 斗牛寒 五郎牙棒的将军 怒气气如雷电发 一个是扶持设计 天鹏将 一个是整顿江山 黑煞神 当下秦明和花蓉 两个交手 斗到四五十河 不分胜败 花蓉连斗了许多河 卖个破绽 拨回马 往山下小路便走 秦明大怒 赶将来 花蓉把枪去了 侍环上带住 把马乐个定 左手捏起弓 右手去拔剑 拽满弓 扭过身躯 往秦明盔顶上 只一剑 正中盔上 射落抖来大那颗红鹰 却似报个信 于他 秦明吃了一惊 不敢向前追赶 获得拨回马 恰带赶杀 众小喽啰一哄的 都上山去了 花蓉自从别路 也转上山寨去了 秦明见他都走散了 心中悦怒道 扑乃着草寇无礼 贺叫明罗雷鼓 取路上山 众军齐声呐喊 步军先上山来 转过三两个山头 只见上面雷木炮石 挥平金枝 从险峻处打江下来 向前的退步不迭 遭达到三五十个 只得再退一下山来 秦明是个性急的人 心头火起 哪里暗那的入 带领军马 绕山下来 寻路上山 寻到五排石分 只见西北边罗响 树林丛中 闪出一对红旗军来 秦明引了人马赶将去时 罗也不响 红旗都不见了 秦明看那路时 又没正路 都只是几条砍柴的小路 却把乱树蛇木交叉 当了路口 又不能上去得 正在拆军汉开路 只见军汉来报道 东山边罗响 一对红旗军出来 秦明引了人马 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看时 罗也不明 红旗也不见了 秦明纵马去四下里寻路时 都是乱树蛇木 色断了砍柴的路径 这件探视的又来报道 西边山上罗又响 红旗军又出来了 秦明拍马 在奔来西山边看时 又不见一个人 红旗也没了 秦明是个急性的人 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 正在西山边气愤愤的 又听得东山边 罗声阵地着响 急待了人马 又赶过来东山边看时 又不见有一个贼汉 红旗都不见了 秦明气满胸脯 又要赶军汉上山巡路 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 秦明怒气冲天 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 山上山下看时 并不见一个人 秦明喝叫君汉 两边寻路上山 树内有一个军人 并说道 这里都不是正路 只除非东南上 有一条大路 可以上去 若是只在这里 巡路上去时 唯恐有失 秦明听了便道 既有那条大路时 连夜赶将去 便驱一行军马 奔东南脚上来 看看天色晚了 又走得人困马乏 扒得到那山下时 正与下寨造反 只见山上火把乱起 锣鼓乱鸣 秦明转怒 引领四五十马军 跑上山来 只见山上树林内 乱见射江下来 又射伤了些军士 秦明只得回马下山 且叫军士只顾造反 却才举得火着 只见山上 有八九十把火光 呼风呼哨下来 秦明急待引军赶时 火把一起都灭了 当夜虽有月光 亦被阴云笼罩 不是明了 秦明怒不可当 便叫军士点起火把 烧那树木 只听得山嘴上 鼓笛之声吹响 秦明纵马上来看时 见山顶上 点着十余个火把 照见花蓉陪侍着宋江 在上面饮酒 秦明看了 心中没出气处 乐着马在山下大骂 花蓉回言道 秦统治 你不必焦躁 且回去江西着 我明日和你并个 你死我活的输赢便吧 秦明大叫道 烦贼 你便下来 我如今和你并个三百合 却再做礼会 花蓉笑道 秦总管 你今日劳困了 我便赢的你 也不为强 你且回去 明日却来 秦明月怒 只管在山下骂 本带巡路上山 却又怕花蓉的弓箭 因此只在山坡下骂 正叫骂之间 只听得本部下军马 发起喊来 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 只见这边山上 火炮火箭 一发烧江下来 背后二三十个 小喽啰做一群 把弓弩在黑营里射人 众军马发寒一声 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 此时已有三更时分 众军马正躲得弩箭时 只叫得苦 上溜头 滚下水来 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 各自挣扎性命 扒得上岸的 竟被小喽啰挠钩搭住 活捉上山去了 扒不上岸的 竟淹死在溪里 且说秦明此时怒气冲天 脑门粉碎 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 秦明把马一拨 抢上山来 走不到三五十步 和人连马 颠下陷坑里去 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勾手 把秦明搭将起来 拨了浑身战傲衣甲 头盔军器 拿条绳索绑了 把马也救起来 都借上青丰山来 原来这般圈套 都是花蓉和宋江的计策 先使小喽啰 或在东或在西 引诱的秦明人困马乏 策立不定 欲先又把这土布带 填住两溪的水 等候夜深 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 上面却放下水来 那急流的水都截过了军马 你到秦明带出的 五百人马如何 一大半淹死在水中 都送了性命 生禽活捉的一百五七十人 夺了七八十匹好马 不曾逃得一个回去 此后县马坑里 活捉了秦明 当下一行小喽喽 捉秦明到山寨里 早是天明时候 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 小喽喽富榜秦明 借在厅前 花蓉见了 连忙跳离交椅 接下厅来 亲自借了绳索 扶上厅来 那头败在地下 秦明慌忙打礼 便道 我是贝秦之人 由你们碎射而死 何故却来拜我 花蓉跪下道 小喽喽不识尊卑 物有貌毒 窃起恕罪 随即便取衣服 与秦明穿了 秦明问花蓉道 这位围头的好汉 却是瘆人 这清风山 不曾见有 花蓉道 这位是花蓉的哥哥 运呈献宋亚寺 宋江的便是 这三位是山寨之主 严顺 王英 郑天寿 秦明道 这三位我自认的 这宋亚寺 莫不是换作山东 吉时宇 宋公明吗 宋江答道 小人便是 秦明连忙下拜道 文明久矣 不想今日得会义事 宋江慌忙打礼不迭 秦明见宋江 腿脚不便 问道 兄长如何贵族不便 宋江却把 自离运城县起头 直至刘之寨 拷打的事故 从头对秦明说了一遍 秦明只把头雷摇道 若听一命之词 误了多少缘故 容秦明回周去 对慕容之父 说之此事 燕顺相留且住树日 随即便叫杀牛载马 安排沿袭饮宴 拿上山的君汉 都藏在山后房里 也与他九十管带 秦明吃了树杯 起身道 众位壮士 既是你们的好情分 不杀秦明 还了我盔甲马匹军器 回周去 燕顺道 总管差异 你既是引了青州 五百兵马都没了 如何回着周去 慕容之府 如何不见你罪责 不如全在荒山草寨 住几时 本不堪歇马 全就此件落草 论秦分金银 整套穿衣服 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 秦明听罢 便下听道 秦明生是大宋人 死为大宋鬼 朝廷叫我坐到兵马总管 坚守统治室官职 又不曾亏了秦明 我如何肯做强人 背反朝廷 你们众位要杀时 便杀了我 休想我随顺你们 花容赶下听来拖住道 秦兄长息怒 听小弟一言 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 无可奈何 被逼迫得如此 总管既是不肯落草 如何相逼得你随顺 只且请少坐 喜终了时 小弟讨一甲头盔 安马军契 送还兄长去 秦明哪里肯坐 花容又劝道 总管夜来 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 人也尚自当不得 那匹马 如何不为他饱了去 秦明听了 肚内寻思 他说的是 在上听来 做了饮酒 那五位好汉 轮番拔展 陪话劝酒 秦明一则软困 二乃吃众好汉劝不过 开怀吃得醉了 扶入帐房睡了 这里众人自去行事 不在话下 且说 秦明一觉 直睡到 次日晨排方醒 跳江起来 洗漱吧 便欲下山 众好汉都来相留道 总管且吃早饭动身 送下山去 秦明性急的人 便要下山 众人慌忙 安排些酒食管带了 取出头盔衣甲 与秦明披挂了 牵过那匹马来 并狼牙棒 先叫人 在山下伺候 五位好汉 都送秦明下山来 相别了 交还马匹军器 秦明上了马 拿着狼牙棒 趁天色大明 离了青丰山 取路 飞奔青州来 道德十里路头 恰好四排前后 远远地望见 烟尘乱起 并无一个人来往 秦明见了 心中自有八分一计 道德城外看时 原来就有数百人家 却都被火 烧作白地 一片瓦砾厂上 横七竖八 杀死的男子妇人 不计其数 秦明看了大惊 打那匹马 在瓦砾厂上 跑到城边 大叫开门时 只见门边吊桥 高夜起了 都摆列着军事惊奇 雷目炮石 秦明乐着马 大叫 城上放下吊桥 度我入城 城上早有人 看见是秦明 便雷起鼓来 纳着喊 秦明叫道 我是秦总管 如何不放我入城 只见慕容之府 立在城上 女墙边 大喝道 反贼 你如何不识羞耻 昨夜引人马 雷打城子 把许多好百姓杀了 又把许多房屋烧了 今日物资 又来转哄城门 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 你这思 倒如何行此不仁 一字差人 奏文朝廷去了 早晚拿住你时 把你这思 碎尸万段 秦明大叫道 公主诧异 秦明因折了人马 又被这思们捉了上山去 方才得托 昨夜何曾来大城子 知府喝道 我如何不认得 你这思的马匹衣甲 军器头盔 城上众人 明明地见你 只不红头子 杀人放火 你如何赖得过 便是你输了背秦 如何五百军人 每一个逃得回来报信 你如今指望 转开城门去老小 你的妻子 今早已都杀了 你若不信 与你投看 君士把枪 将秦明妻子首级 挑起在枪上 叫秦明看 秦明是个性级的人 看了魂家首级 气魄胸脯 分说不得 只得叫苦躯 城上弩箭 如雨点般射将下来 秦明只得回避 看见遍野处火焰 上雾似未灭 秦明回马在瓦礼场上 恨不得寻个死处 肚里寻思了半赏 纵马再回旧路 行不得十来里 只见林子里 转出一伙人马来 当心五匹马上 五个好汉 不是别人 宋江 花蓉 燕顺 王英 郑天寿 随从一二百小喽啰 宋江再马上欠身道 总管何不回青州 独自一计 投何处去 秦明见问 怒气道 不知是哪个天不盖地不在 该寡的贼 装作我去打了城子 坏了百姓人家房屋 杀害良民 到结果了我一家老小 闪得我如今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着我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我若寻尽那个人时 只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 宋江便道 总管息怒 既然没了夫人 不妨 小人自当与总管作梅 我有个好见识 请总管回去 这里难说 且请到山寨里告饼 一同变王 秦明只得随顺 再回青丰山来 鱼路无话 早到山亭前下马 众人一骑都进山寨内 小喽喽 已安排九果谣转 在巨艺厅上 五个好汉 邀请秦明上厅 都让他中间坐定 五个好汉 骑骑跪下 秦明连忙打理 也跪在地 宋江开话道 总管修怪 昨日因留总管在山 坚毅不肯 却是宋江 定出这条计来 叫小族寺总管模样的 却穿了族下的衣甲头盔 骑着那马 横着狼牙棒 直奔青州城下 点拨红头子杀人 音顺王矮虎 带领五十余人驻站 只坐总管去家中取老小 因此杀人放火 先决了总管归路的念头 今日众人特地请罪 秦明健说了 怒气于心 却在要和宋江等私病 却又自肚里寻死 一则是上界星辰弃合 二乃被他们软困 以礼待之 三则又怕逗他们不过 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 便说道 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 只是害得我推毒些个 断送了我七小一家人口 宋江答道 不嫩的时 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 虽然莫了嫂嫂夫人 宋江恰之得花之债 有一妹 甚是贤惠 宋江情愿煮婚 陪备彩礼 与总管为事 若何 秦明见众人 如此相敬相爱 方才放心归顺 众人都让宋江 在居中坐了 秦明上手 花容奸下 三个好汉依次而坐 大吹大雷饮酒 商议打清风寨一事 秦明道 这是容易 不须众弟兄费心 黄信那人意识至下 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 三乃和我过得最好 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扎门 一席话 说他入伙投降 就取了花枝债宝券 拿了刘高的泼妇 与仁兄报仇血恨 做觐见之礼 如何 宋江大喜道 若得总管如此 凯然相许 却是多幸多幸 当日言习散了 各自歇喜 次日早起来 吃了早膳 都各个披挂了 秦明上马 先下山来 拿了狼牙棒 飞奔清风镇来 据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 发放镇上军民 点起寨兵 小夜低防 老手炸门 又不敢出战 雷雷使人探听 不见青州调兵侧应 当日只听得报道 乍外有秦统治 独自一记马到来 叫开乍门 黄信听了 便上马飞奔门 边看时 果是一人一记 又无半当 黄信便叫开乍门 放下吊桥 迎接秦总管入来 直到大寨宫厅前下马 请上厅来续礼罢 黄信便问道 总管缘何单计到此 秦明当下 先说了笋哲军马 后说 山东及时与宋功名 书才仗义 皆是天下好汉 谁不亲近 他如今陷在清风山上 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火 你又无老小 何不听我言语 也去山寨入火 免受那文官的气 黄信答道 既然恩官在比 黄信安敢不从 只是不曾听得说 有宋功名在山上 今次却说 即使与宋功名 自和而来在山寨 秦明笑道 便是你前日 借去的运城虎张三便是 他怕说出真名性 惹起自己的官司 因此只认说是张三 黄信听了 跌脚道 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功名时 路上也是放了他 一时见不到处 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 闲些坏了他性命 秦明黄信两个 正在攻险内商量起身 这件债兵报道 有两路军马 明罗雷鼓 杀奔阵上来 秦明黄信听得 都上了马 前来迎敌军马 道德诈门边望时 只见尘土蔽日 杀气遮天 正是两路军兵投阵上 一行人马下山来 毕竟秦明黄信 怎得迎敌来军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